女士们 先生们 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我是安妮 我来自青岛市慈善总会爱基金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爱基金 对尊敬的看部的到来 和所有今天嘉宾们的到来 表示最最热烈的欢迎和感恩 谢谢大家 今天来到我们慈善论坛现场的 有来自全国各地从事慈善的成功企业家 有热心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 还有很多的奉献志愿者们 我看到这个剧场已经达到了历史以来 就开放以来的最多的人数 已经人满爆棚 而且我们的爱心爆棚 正能量爆棚 接下来让我们恭请慈善总会爱基金 我们的会长陈立刚先生 为大家发言 谢谢 尊敬的索达基堪部 各位爱友 下午好 伴着今天的蓄日阳光 我们再次邀请到 著名的高僧大德 佛学大师 做达基堪部 历临爱基金 企业家慈善论坛 同样在这里 2015年6月 也是堪部大师 用一场精彩的演讲 因爱结缘 向善而行 将我们带进了一个善的世界 大师的慈悲感召 让我们更多的人 更加坚定地加入到 行善的队伍中来 追随善的指引 爱基金在助学邦教的路上 走过了九年 九年来 爱基金累计募捐善款 四千多万 爱的足迹遍迹 山东 贵州 四川 内蒙 青海等贫困地区 受益人群达八万多人 众所周知 2007年 看部老人家发起了 启动爱新的号召 这与爱基金的成立 几乎同时 也许正是这样的因缘 自2015年 看部首次爱基金演讲后 爱基金也参与了 看部助学邦教的事业 特别是爱新午餐 和爱新助教项目 在四川甘孜地区 深入开展 总有一份力量 赶着我们全行 昨晚一轮 68年来 最接近地球的明月 让我们感受到了 亲近的力量 今天我们有幸 与看部大师面对面 感受一份信仰的力量 这份力量是一束光 能驱走我们身边的黑暗 这份力量是一个方向 能让我们在前行的路上 更加坚定 更加无畏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尊敬的佐达基看部 为我们开示 企业家最高的境界是什么 尊敬的陈会长 尊敬的爱基金的所有的朋友 以及来自各个地方的企业家和慈善家 很高兴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首先特别感谢 爱基金为助的很多慈善机构 对我们当地学与高验的 一些贫困的孩子 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奉献爱心 对他们的人生 对他们的命运有所改变 同时我也特别感谢 爱基金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和发行人员 那么这么短短的这几年当中 你们所做的一切善心 所做的一切的慈善的事业 实际上对我们的社会 对我们的整个人类来讲 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首先我们今天 大家共同探讨的一个话题 也就是说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那么一讲起企业家的境界 我想我们所有的人 在生活当中 每个人的境界都是不相同的 我以前看过著名的 《风子开》的一个漫画 但这漫画上面 写到人类的这种境界 实际上是有三层楼 那么第一层楼是无知生活 第二层楼是精神生活 第三层楼是灵魂生活 就把它比喻成这三种路程 那么其中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在无知生活上 非常地去关注 大量的人呢 也是相属这样的无知的生活 也有一部分人 相属今生上的生活 包括一些艺术家 一些企业家 文学家等 还有一些呢 是在灵魂上 也就是说灵魂的生活 但这个灵魂的生活 它会涉及到一些宗教 涉及到一些哲学 那么将到这个灵魂生活的时候呢 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佛教 我在想 它是在我们整个人类历史上呢 也是对灵魂生活是非常关心的 有一位古希腊哲学家 叫做是德姆克里特 今天我微博上发了他的一句话 那么德姆克里特呢 实际上公元前 大概是在三四百年的时候出世的 它是唯一的唯物论 唯物论的 也就是说原子论的代表 他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他说我们的幸福和不幸福 来自于人类的灵魂 同样的我们的善和恶 来自于人类的灵魂 还有每个人的个性 每个人的性格 每个人的这种生活的状况呢 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这种学术呢 实际上我们看起来是 他是一个唯物论的学术 但我自己认为呢 他的有些观点 特别像我们佛教的因果论 佛教因果论当中也会这样 我们欣赏积德之家 也就是说必有余气呢 积不散之家呢 必有余样 也就是说我们互文化也好 佛教当中三有三宝 二有恶宝的这种概念呢 非常相似 所以刚才就是说 德姆克利特伦 他的这种学术呢 有时候很奇妙的 不知道也许你们很多 有些佛教徒 有些慈善家 有些人觉得这种概念 有点新的 但我也在研究 因为他的有些学术 跟赫赖的波拉图的思想呢 有着冲突 有些历史上记载 说是他有无视二种不同的 包括天文地理当不同的学术 但是因为 后来跟波拉图的思想 有所冲突呢 就是像把他的很多的著作呢 就是烧坏 到目前为止 现在在人类上留下的呢 并不是很多的 他最后晚年的时候 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弄下了 很多人问他为什么这样呢 他说 我为了更堪秦一切事物 那么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他要内观 跟内心要接近 那么这个相当于 无舍凝 什么 凝母马 无影凝 凝人 弄二 就是老子的这个学术呢 也是比较相同的 因为 前面外在的各种事物呢 也许让我们 可能会盲目 让我们可能会聋哑 就变成这样的原因呢 他最后 就把自己的这种眼睛 都已经弄掉 就是下了 那这样的观点 实际上就是说 他追求一个人类 最高的一个灵魂生活 但这样的灵魂生活呢 也许你们今天很多 慈善家 包括一些企业家的话呢 不一定很认可 不管怎么样 我今天很想通过 这种方式来 给大家迎来一种思考 为什么有些人 在无耻上获得快乐 需要他的这种生活 得到的都是在无耻上得到 有些人 只有精神场面来 去获得 有些人除了无耻和精神以外的 更高的另一种境界来 得到满足 那这上面有什么不同呢 实际上 追求这样的三种真理的人呢 就像是精子踏实的 那么越来越上去呢 可能追求的人越来越少 因此我今天呢 要想讲到 首先我们要讲境界的时候 可能在人类的价值观上面 在人类的追求的 各种不同的事物的过程当中呢 每一个人的个性 每一个人的意乐 都不会很相同的 每个人觉得 有些人觉得 无资获得越来越多 那么这是最有价值的 有些人精神层面的境界 越来越高 这就是很有价值的 所以不可能 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价值观 那么这是我想说的一个事情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呢 实际上 你们今天在座的都市是 应该很多都是企业家 慈善家 那么作为企业家 他的最高境界要去寻找的时候呢 这个企业 对整个世代 对现在的社会呢 有着很大的变化 或者说是有很大的印象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以前各个国家的一些高层领导 出国访问的时候呢 可能带的大多数是 外交部部长啊 国防部部长啊 等等 但现在有没有呢 现在也有 但现在呢 就大多数的人呢 带着的是什么呢 就是各种不同层次的企业家 我们经常在电视上 在很多方面看到呢 就是各个国家呢 在国际上互相来往的时候呢 通过企业家的这条线 通过企业家的这个思路 他们的这种经济线来 互相对接 互相联接 这也是我们看出来 实际上经济 或者说是企业家呢 在某种意义上面 可能会超出了思想家 文学家 宗家 就这种佛学家等等 就许许多多的人的这种思路 包括我们现在 所谓的企业呢 可能对这个社会呢 有着很大的变化 前两天 我们双十一的这个时候呢 大家都知道 我好像听说当天 就阿里巴巴集团 就是得到的这个交易额 就是交易额的话呢 那么一千二百零七亿 就七亿 那么这是跟以往的 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的 而且这里面 大多数都是是无限教育 就无限的这种教育额 百分之八十一点八七吧 就这么多 但这个标面上看来 可能很多人特别 羡慕他们的这个企业 但在这个时候呢 对很多的孝心企业 和中心企业呢 受到使命的这种大忌 就可以说是 在某种意义上面呢 他们的所有的资源呢 全部就集中在 某个企业当中 在这个时候呢 我看我们很多的 包括一些企业的话呢 说实在的 在某些意义上面 就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和面临着很大的一些困难 那这种困难呢 一个是我遇到过很多企业家 他们在内心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 不安全的 就是一些因素 很有可能 我们现在的 传统的一些企业的话呢 那么一是在 现在这个世代当中 可能经济都不是很精气的 各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到了美国的时候 他们都说 这几年经济不好 金融危机 对他们的危害很大 然后到了欧洲的时候呢 他们也是这样的 到了非洲呢 就是更不用说了 就非洲本身都是 他们都没有什么 他们没有什么很多的 除了兰费以外 除了兰费以外的话 我去了一些国家 他们有五十多个国家 但其中很多的呢 就是他们的 他们有三种不值钱的 一个是人的生命不值钱的 一个是土地不值钱的 还有一个呢 事件不值钱 因为这个大 这个土地太大了 就是哪里都可以盖房子 就没有什么土地不值钱 一个是他们那边的 疾病就是特别多 就是这个 什么生命不值钱 就是今天就是很有可能 会年轻的时候就死了 有些平均年龄都是三四十岁 就是好多国家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事件不值钱 他们没有事件盖店 就飞机 飞机已经停下来了 就是半个小时以后 或者说是四十分以后呢 就是才开门 就是 然后上飞机的时候 也是一般都没有什么固定的事件 就是特别特别不同的 就是有不同的感觉 所以像这样的这个 有些国家的话呢 他们也觉得呢 就是现在就特别老虎 特别困难的 所以我们可能在某种意义上面 尤其是传统的一些企业的话呢 也有很多是倒闭的 关门的 或者说是 现在呢 就是无法给员工发工资等等 这样的这种面临的问题呢 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也是现在的我们 很多的这个现状 我们有时候看到 一些大的败货公司啊 大的一些商场里面去的话呢 基本上是 很多服务员都是一直站着 就是瞪扔 但是人呢 都没有啊 因为人 好多都是买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家里通过电脑 来这个卖东西 所以现在 有些餐厅呢 就是门一直开着瞪着 但是 这个声音都不太好 就是你饿了吗 就是然后 很多都是从这方面来就做了 好多女友公司和有些 包括有些出租者呢 也声音不好 就是什么Uber啊 什么滴滴啊 这个不知道你们山东有没有 这些 有吧 是吧 应该有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 在这个时代的话呢 可能会很多企业家来讲呢 他所作的这些事情呢 几十年以来是非常成功的 稳定的这些企业 但是现在 网络时代 信息时代 一出现的时候呢 危机就来了 就不确定的因素就来了 在这个时候 很有可能 你原来是特别特别的成功的人 但是呢 现在很有可能呢 一夜间呢 就恐怕是 变成什么样的一种境界呢 自己也很难说 很难说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有 每个人都有一种 佛教的 无常观的意识 佛教的意证观是很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样的 佛教的无常观的话呢 包括一些企业家 包括一些 我们所谓的一些上人的话呢 他们 这个告地呢 就是不确定的 我们佛教里面就是 告即必多 僧即必四 那么 聚即必散 就是有这些道理 那么 我们如果不懂得 这些道理的时候呢 很有可能 自己心里呢 就成熟不了 以前 这二十三十年以来呢 中国企业家自杀的人呢 就已经就是二十多万了 接近三十万 有些报道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还有 有些企业家得 愚语症的 得这种恐惧症的人呢 也是是 必必解释 非常非常多 在这样的现状下呢 我们可能 很需要调整 自己的心态 前一段时间 我看到 马云在清华大学的一个 好像管理学院 就是讲话 讲话的过程当中 他说 做生意的人 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 佛教的思想呢 没有不行的 这句话很 很赞同 像他们的话呢 也表面上看了 好像他们很成功 但实际上 他们也有许许多多的烦恼 他们更加痛苦 更加焦虑 很有可能 全世界的 许许多多的财富呢 在一夜间 就是在你的手上 但也有可能呢 到最后 自己都变成最可怜 最可怕的人 有这个可能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呢 要 要操整自己的这种心态 尤其是 佛教的一些 无常观呢 适时地是观察 我们整个 自己的一切的这种生活 也适时地是观察 一切万物的 真正的半天 我今天呢 并不是在 以企业的名义来 给大家讲佛教 其实 但是呢 我也内心当中 特别希望 很多企业家 你们也应该 以佛陀的思想 和佛陀的智慧来 观察自己的人生的话 也许对你 个人的成长 和个人的生活 有着非常大的 这种变化 或者说是利益 因为我们现在 这样的一个生活 有时候看来 这是特别美好的 这个人间 像花园一样 特别美好 有时候看来呢 这个人间呢 就是特别的丑恶 好像像地友一样的 或者说是 像剧场一样的 人与人之间 也是是二语我诈 故性都叫 那么做事情的话呢 也中间需要 就是参与 许多的这种欺骗啊 诱惑啊 贿赂啊 等等 就是许多 不良的这种因素 恶性循环呢 不断地蔓延 如果没有它的话 好像是在这个 事件当中 是存不难性 所以说呢 我们有时候是 造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 这种佛陀的 伟大思想呢 对我们 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来讲呢 应该说 是不可缺少的 尤其是你们 像很多 所谓的成功人士 你们现在 很多人呢 就是不会 就是对自己的意识 有担忧的 不会对 自己的这种 生存和基本的生活呢 就是有一些顾虑的 可是呢 你内心当中 真正是得到了 真正人拥有的 需要这种 快乐和幸福吗 也是是不一定的 因此我们今天这里呢 也是很放松的 也是随意的 跟大家探讨一些 这方面的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讲到这个 什么是企业家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 所谓的企业家呢 实际上是 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推动呢 有积极的作用 这样的认识呢 可以成为是企业家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家庭 对自己的个人的生活呢 就是做分度的 就是这样的人呢 我们可能最多是 给他成个商人 或者说是经营人士 那么大家都知道 文学家也好 科学家也好 佛学家也好 作为的这个价 在这个词 就是加上这个字的时候呢 我们都很多人都应该会关注 因为在中任当中呢 就是对你的整个社会效益 对你的整个经济效益 在这方面呢 对社会有真正利益的人呢 我们都可以称为是企业家 那这样的话 我听说呢 就是今天你们在座的 尤其是爱激进的 很多的这些成功人士的话呢 确实是对一千 对我们的社会 就非常的关心 对我们的这个偏僻地区的 一些顾挂老人啊 或者说是一些 这个失血的孩子啊 包括我们现在各个地方的 这个监狱 就是监狱的这种家庭 就也很关心的 就是这样的 那这样的这种企业呢 这种企业呢 就是可以说是经常要关注 就是这些我们身边的这个弱势群体 当然有些人认为 所谓企业呢 连自己的是自身的 难以这个狼抱得住 那怎么会是 我们做一些慈善啊等等 实际上慈善呢 作为企业家有没有需要做呢 一定要去做的 我们这里的很多的这种历练的话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西方啊 尤其是美国的这种历练呢 就是有点不同的 按照美国的每个家庭的话呢 基本上做慈善呢 实际上是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的话 必须要做的事情 这是对他们来讲 很多的这种家庭也好 观念也好 从孩童开始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可是我们在这个 韩帝的很多人的观念当中的话呢 所谓的慈善呢 就是可能只有这个 有特别特别多的 花不完的钱的 一些富贵的人 他们就是做的事情 而我们一半的人呢 就是不可能需要做慈善 但这种观念是做的 我很早以前呢 在一个慈善的论坛上呢 我提过 慈善都是信 确实我们每一个人呢 有这个信 不一定非要有眷务 捐钱捐 当然你有的话呢 可以改变就是 这些神变的终生的命运 我们也特别随系的 但更重要的呢 我们每一个人呢 对社会有个责任 对家庭有个责任感 那这个责任感呢 我们佛教就是叫做 叫做善性 善性 这样的善性呢 作为企业家来讲 我认为是最高的境界 今天你们这个T呢 也是一个文答 就是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 我认为是性善 就是性之善法 以前美国的喀赖基亚 他也是说过 他说富贵人 富贵人的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性善 这一句话呢 我觉得很有甚深的意义 我们很多人 有了钱 有钱什么呢 非常好 这是有福报的 但是有钱以后是 是不是 这是考虑到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情人 除此之外 什么这种 对社会的这种贡献 和对社会的付出没有的话呢 其实这是一种耻辱 这是一种助爱 因为许许多多的资源呢 你一个人拥有 那么所有的这些 其他人呢 都没有得到的话 那么这就是 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顺势 因此呢 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各位啊 在以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呢 只要有这样的一种 改变的观念 观念的改变 这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它的 在我们佛教的修行当中呢 确实是 也是很难以修行的 佛教修行当中呢 就经常讲到六波罗弥多 其中有 不是波罗弥多是第一 不是波罗弥多里面呢 有 有菜布施 发布施 五尾布施 也就是 所谓的菜布施 我们现在经常讲的 就是做慈善和做布施 所谓的发布施呢 现在我们经常讲的 什么 就是教育 也就是 真理呢 就是传给别人 其实这也是一种慈善 我们这里有些慈善家呢 可能你从 自己的经济上呢 就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你可以把 有很多的这种正理 就传给有缘的人 那么 给别人当治教老师啊 给别人呢 就是讲很多的佛理 正理 儒教的思想 佛教的思想等等 这样的话呢 这也是一种法布施 这叫做也是慈善家 还有一种呢 叫无为布施 无为布施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 看到其他的众生呢 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 受到生命威胁的时候呢 我们会从他在 从屠夫的这种道下 就是救回 救出来 那么这就是 也是一种慈善 就是也是一种布施 所以呢 我们按照佛教的 这种观点的话呢 不是是所有的六度完成当中的 那么第一个 因此在将来的生活当中呢 可能在座的各位 有时候也要会想 我们这里有些是学佛的 有些是没有学佛的 但是呢 我们做慈善的话呢 就可能是依靠佛教的这种观点呢 也是是更加 就是有比较次第的 以前有一个 辈大的教授呢 就是他也说过 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现在 在中国来说呢 就是这个 儒上 儒教的这种商人呢 就是好像没有这个名称 但是我们 佛教的这个商人呢 就佛商 佛商的这个名称呢 就是在中国早有已经有了 并且的话呢 就是很多佛教的这种 佛商慈善论坛啊 那么佛教的这种慈善论坛呢 就是不断地在开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应该要看清 以往的我们的一些传统的 这个企业的末世 现在挣到一定欠的时候呢 当然有欠的人就是可以把 自己的部分的这种财富呢 用到布施上面 当然我也不建议 很多企业家呢 拼命地让大家捐钱捐钱 最后企业自己都已经就是穷了 或者说 下面的员工都就是没有钱了 我不建议这样的 因为我们所谓的布施的话呢 就随意地 自己在没有凝啬的情况下 没有这种心疼的情况下呢 你就随意地可以做布施 负责的话呢 我们有些企业就是 可能自身的难保 但是呢 不断地这个捐钱 连员工和个人的这种生活 都特别特别缺憾的这种情况下呢 把所有的这种物质啊 所有的不断地捐的话呢 这恐怕是并不是 很好的一种方法 应该说是是 有一定的这种 自愿的时候呢 也应该可以捐出一部分了 我看过一本 说叫做《告别图号》 那么里面有很多 中国的这种慈善家 包括就是现在什么这个 余明洪啊 王氏啊 还有这个 纽根圣啊 就是等等 就是有很多是 他们在以前是怎么做的 就是现在呢 也是在这么搞的 当然有些呢 我觉得是他们做的 还是非常好的 有些的话呢 可能也不一定是那么的好 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有了这样的观念 有了这样的观念 跟遗忘不同的 遗忘 自己有了欠 就是自己去享受 我们刚才 在屏幕上是看到 就是贵住也好 云南也好 西藏也好 还有呢 就是很多很多的地方呢 他们的这种生活啊 就的的确确 就是有 有许许多多的这种 这种痛苦 也许我们在城市里面 是一顿饭 城市里面的人呢 一件衣服 城市里面的人呢 也许是 他这是一个特别的 这种 很少的这种钱啊 也许依靠这个来 就是让 这个失血的孩子 他有了这个 重新度数的这种机会 让一些老人 或者说病人 看不起的人呢 看不起病的人呢 他也许有重新的 这种呼活的这个生命 这就是我们 依靠一种 大家的这种 布施和力量 就可以 可以来决策 就可以来 真正 我们有一些慈善家 就是特别特别地 随喜他们 就我们经常 以前在故人的一些 这个 古大德当中呢 就是经常说啊 就是天地有好胜之德 就是我们这个天地 实际上呢 就是他有 这个滋润亡物的 滋润亡物的一种 能量 力量 但我们有些人 确实就像太阳一样的 不管是 到哪里去 给大家 给眼光 给温暖 给身杖 给力量 给不痛的这种 就是滋润的这种力量 那么这就是 需要有一个 慈善家 他的真正的 这种内心的爱 这种爱呢 实际上 是能改变我们 周围的这种环境 也能改变我们 栩栩多多的 可怜的这种人的 这种生命的这种状态 也能改变我们自身呢 就原来是非常 自私的 教育的 特别有这种 烦恼的一种心态 但后来因为你 加入了这样的 这种团队之后的话呢 可以看到 就自己的这种成长 自己的这种慈悲性呢 日益就是提升 那么自己的 真正的这种 利他的 这个修行的境界呢 也越来越提高 这也是从佛教层面讲 这叫做是大乘的 大慈大伯菩提心 大慈大伯菩提心 我们有时候 所谓的大慈大伯的菩提心呢 在念诵的课本当中呢 就念得特别的纯属 就是念得很足 然后我们在 给别人面前讲的时候呢 滔滔不绝 就是讲得非常好 但是实际心动当中 去做的时候呢 有时候恐怕是 很难以置信的 也许可能刚开始 有热气的时候呢 就做一段事件的慈善 但是这个事件畅了以后呢 也许可能有些人的 这种热量 热分呢 已经退下来了 当然有些人呢 真正内心当中 有这种爱 这种力量呢 就是不容易退 我以前看过一本书 叫做《力量》 这是今年以来 是非常尝效的一本书 那么这个 《力量》的这本书里面呢 实际上就讲到了 很多佛教的道理 但是它这样的方式呢 好像跟我们佛教的这种名词 有些不同的 但它这里面的 主要有一个思想 这个思想呢 就是说 所谓的爱 在这个宇宙间呢 最伟大的力量 也就是我们的这种爱呢 就是实际上是 最大的 在宇宙间是 最大的力量呢 不是太阳的力量 不是月亮的力量 不是地球的力量 也不是自然玩物的力量 所有的力量当中 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呢 就是爱的力量 这个爱呢 并不是我们 男女之间的 所谓的你爱 我爱你 我恨你 你恨我 不是这个爱 应该说是 我要无条件地 对所有的众生 对所有的这些玩物呢 有一种 这种 慈爱玩物的这种爱性 就不爱 也就是说包容的这种爱 这种爱呢 实际上是 真是一种付出 那么我们 人生当中的 所有的 一切的这种 感受呢 就是实际上是 我曾经对 别人付出 没有爱的一种 反馈 或者说是 付出爱的一种 回应 这种话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我们经常想 自己 就是做什么样的 种什么样的种子呢 得到就是如此的过报 得到如此的过报 但是这个意思呢 就翻过来讲 实际上 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当中的 所作所为 只要对别人付出的话 我们会得到 真实的一些力量 也就是说 我爱所有的 任何的众生的话呢 那么任何众生呢 直接会间接呢 对我有爱的 如果我对 所有的人和的众生 就是没有爱性的话呢 那么直接会间接呢 我得不到 就是众生的爱 就这就是一个 因果的自然的规律 因此 我们今天呢 也是 从表面上看来 就是这是一种 企业家的 这个思想的探索 但实际上呢 我们在探讨 就是大乘佛教的 这种博爱的 无畏的 应该说是 无私的一种思想 这种思想呢 无论是 你是什么身份的人 只要他拥有的话呢 的的确确是 特别的珍贵 就是非常的 珍贵 那么 这样的这种 形态呢 就我觉得 不管是谁也有啊 就 这个人是很伟大的 以前 罗克费勒 那么是 美国 应该 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呢 他是全球的 就排行班当中的 也是当过 这个 束缚啊 就是他是当过 束缚 他本身是 大概是 无私三岁的时候呢 就像 身体都变成蒙滥一样 就是看起来 特别的这种可怜 就是疾病产生 但后来 他放弃了所有的 包括就是 他的一些 这个企业和 就是事情 他一心一意地 就是做这个 慈善的这种活动 后来 很多人认为呢 就是因为这个 慈善的这种力量呢 他多过了 就是四十五岁 就是他八十三岁的时候 就是八岁的时候呢 就是离开这个世界 那他的 唯一的观点是什么呢 他就觉得呢 我们人类 就应该 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 人一定要 对别人 有一种爱 要有一种付出 尤其是 所有的这种财富的话呢 故事都是最好的 因为他的 这样的原因的话呢 你们可能也是听说过 我们世间人呢 就经常讲 富不过三代 但是他的这种家族的话 据说呢 就是应该是五六大 就是一直 他的子孙和代 都是相守这种 这个富乐 就相守富乐 所以 我想西方国家呢 有些 有些 怎么讲啊 有些企业家呢 就是他是 完全是 可能是 有一种 宗教的背景的 印象下呢 就是他 开始立他的 有些的话呢 可能不一定有宗教的信仰 但不管怎么样呢 他越不是 对他的 裁员呢 就是越来越 就是裁员滚滚 就是像 像这个 什么 比尔盖茨 巴菲特啊 就是他们的话 去年前年 就是卷的那么多 但是我看今年 2016年的时候 也是成了 全球的排行班的 第一名 第二 那么 还有去年 12月份的时候 扎克伯克 他呢 就是把自己的孩子 生下来的时候 他扭自己的 给他写一封信 就是说是 99%的这种财富呢 就是全部 就是卷给社会啊 我们可能很多人 都不一定能 能做得到的 但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所有的价钱呢 就是我要扭给抱抱 就是一定要 让他安心地过着 就是我们的价值观念 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扎克伯克 他我看过他的信 当时还是 应该去年12月份吧 那个时候 看到他的信以后的话呢 我觉得 很多都有 大的一些差别啊 就是他当时 99%的这种财富的话 好像 美金呢 就是450亿 450亿吧 就是450个亿 那这样的全部都是 就卷给这个社会 给自己的孩子的这种 扭的是什么财产呢 就是精神财产 爱的财产 故事的财产 那这个跟我们的 现在的一些理念呢 就是有所差距的 有所差距的 因此作为企业家呢 我觉得 今天的我们的 这个很多企业呢 就是 也许是将来 就是需要 还有很多方面的 这个调整啊 调整 但是最关键的呢 一个是我觉得 有信仰的力量 有了信仰的力量 不管是你住到哪里呢 你都会快乐的 你都不会崩溃 你都不会呢 就是通信 你会感觉得到 这是一种因果报应 你会感觉得到 玩法都是无常的 当你特别特别 有这个成功的时候呢 你也不会很傲慢 就不会把所有的人 不放在眼里 不会这样的 你觉得一切优惟法 如魔幻泡影一样的 所有的这些优路菜餐呢 也没有什么 值得可嫌磨的 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财富呢 就是我也带不住 一份一秒 什么一份钱 就是我也没有什么 当你特别人生 最后就是 谁也可能看不惯你 在这样的时候呢 也许你也不会有 这么大的绝望和上性 绝望和上性 因此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呢 就是需要这种信仰的力量 如果有信仰的力量的话呢 一方面就是你所得来的 这些财富呢 有其中相当一部分呢 就是会帮助给 需要就是帮助的 这些可怜众生 另一方面呢 自己对自己的 所属下的这个员工和智慧的人呢 也会有一定的关照 我昨天去一个企业 那个企业的老板呢 就是他说 这个下面的某个员工呢 就是跟我一起的 已经十几年了 但是我不但要关心 他的这种生活 包括他的孩子 包括他的父母 我都还会去关心 都要给他们发工资 其实这个理念是 我是完全认可的 因为一个企业呢 实际上是他里面 有一百个员工的话呢 那么一百个员工 是一百个家庭 一百个家庭的每一个人的身边呢 有他的父母 有他的孩子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企业来 就是照顾他们的 因此在企业家呢 在某种意义上面是 对整个社会 也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 相当于是一个总统一样的 说实话 有些时候呢 政府啊 就各个国家的政府 来直接解决我们的 一些生活上的问题的话呢 有相当困难的 现在这个时代 我刚才开头的时候也讲了 文学不重视 医术也不太重视的 宗教更不重视的 重视什么呢 就是重视这个企业家 重视呢 就是经济社会 重视呢 就是他们对现在的 这个互联网时代的 非常奇奇怪怪的 各种各样的这种产品 那么那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种 崇高的这个意识来 了解当前的行情 同时呢 也要知道对身边的这些 每一个众生呢 有负责任的 还有我们有一些企业的话呢 他对整个社会 对整个人类 要负责的 包括你做任何的产品 做任何的事情呢 尽量的 不要有恶性欣扰 不要有 造恶业的方式来 就是自己这个赚钱 如果造恶业的方式来 赚的钱太多的话呢 到时候可能 对自己的各方面 也不一定带来 真正的快乐 我的想法呢 就是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啊 就是今天呢 就是也是 许许多多的一些 爱心人士 那么在爱的这样的 这种发心当中 在爱的力量下呢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利益众生的潜能 那么利益众生呢 在所有的生活当中 在所有的价值观当中呢 我认为是 它是最有意义的 就最有意义的 因此呢 就是希望 大家用爱来 就是 就饶益 就是所有的 不骗的 这些众生 这样以后呢 我们 整个这个世界啊 变得更美好 更快乐 你看我用的乐 非常感恩 看不老人家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和慈悲的开示 谢谢您 非常的感恩 大家再次响起掌声 谢谢 我相信大家都有 醍醐灌顶 如雷灌耳的感觉 而且内心 发喜充满 收获满满 相信在 看不老人家的 加持之下 我们未来的人生 会更加的成功 幸福和圆满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看不老人家 就延长到此 我看不老人家的